美食天堂 台湾夜市 单做吃的统统都得用到油 用到水 小吃摊制造出来的废油水 如果倒进水沟就造成污染环境水源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宁夏夜市让每个摊商加装一个油脂节流器 油脂一定要倒入我们的节流空里面 引流到我们底下的一个大型的一个 也是除油槽的过滤去在里面 环保署也希望未来这样的设备 将在全国夜市都能看得到 我们希望各个县市可以 先提出一个示范的一个点 然后透过这个点的一个示范 我们可以推广到全国的一个各个夜市 环保署7月开始推动的 一线市一环保夜市计划 透过补助初步标准除了加装油水分离器 还要空污防制设备 设置回收桶提升公测清洁度 内用使用环保餐具 不过未来小型夜市推环保 成本就是一大考验 一个纸碗成本不到一块钱 但换成不锈钢 一个碗就要至少一百块 有一些夜市也已经自行推出自备餐具 可以几点的活动 希望让享受美食和环保同时共存 词文字幕开启 in the IT快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